中西河壁 他把儒家文化當作企業管理 神奇法華 那魯家思想既然能夠 可以用來治理一個國家 那事實上他拿他來治理一個企業 當初想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愛員工 愛顧客 以仍愛之心 書寫中國製造業的工匠精神 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顧客得到安心 得到幸福 拒絕上市 專注創新 独树一致的儒商管理思想 能否逆流而上 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新的消費文化 工作理念 一種新的一種倫理下 這種勞動 辛勞 奮鬥的 這樣一種東西能持續多久 我也是表示很懷疑 在歷經三十餘年的財富求索之後 中國的財富家族正迎來企業接班 家族傳承的高潮 這也讓繼承者們經受著由此帶來的困困與憂慮 在大多繼承者們努力的西學東用時 有一位繼承者卻劍走偏峰地 把東方智慧塑造成了管理法寶 形成了一種看似奇特的企業文化 在這裡 所有的員工每天早上上班前 要讀次書五經 我們這一套的中西合璧的 這樣一套管理模式 我們管它叫方太魯道 儘管標心立意 這樣的如商思維 卻並不被人看好 他們如果要繼續堅持 這一套的管理方法 也可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 一種悲壯之舉 雖然質疑不斷 但事實勝於雄辯 以如道為先 而不顯功利的方太走過了二十年 而毛中群作為家業的繼承者 用他的方太如道 完成了家族傳承的轉型升級 這個繼承傳奇的開始 要追溯到二十年前 憑著點火槍起家的毛李翔 遇到了一個不小的危機 已經做到世界產銷第一的產品 接二連三的遭遇價格戰的威脅 到了九三九十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 那不是幾家產模仿 有三個幾家產模仿 廣教會員 我到家壟斷的後來有幾百個攤位 都要點火槍 大家打價格戰 從一跌二美金一個降到0.3美金一個 我開始要虧損 那麼這樣的情況就是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電子電火槍已經做到成效世界第一 會連鎖出現三次危機 原因在那裡 因為我沒有自主品牌 沒有自主技術 所以我二次參與必須要做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技術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把這個想法給我兒子 交流了 他正好九十年的下半年 上海交到研究生畢業 並且想到美國去做博士等 那麼我就把他交回來 也許是冥冥中的註定 毛中群決定接起父親的擋子 所以當時我是研究生快畢業的時候 我父親給我電話 說現在電火槍比較困難 讓我畢業以後就回來共同創業 那我就基本上就很快決定就回來 致力打造中國第一個高端儲電品牌 以工匠精神專注品質研發 研習儒家文化 從父親的傻子精神到兒子的工匠精神 富於子的方態儒道 為管理思想的研究 開辟了中西河壁的新方向 要在市場上領跑 必須從內部管理抓起 您作為方態集團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領導人 在您的記憶當中 有哪些重要的決策 你覺得對方態的發展 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2001年 就決定開始抓內部管理 就通過作業績效模式的導路 來全面提升自己的 經營管理水平 我們每年做製品 每年做改善 每年製品每年改善 所以後來內部管理的這些功底 應該說都是比較深的 包括西方管理的功底 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 比如說你這個卓越績效的改善 具體的例子比如說 我們當時最早的時候 我們比如說產品研發 型號比較少 最早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型號 大天下 最蒼銷的一個型號 就97年開發的 年銷售最高達到40多萬台 所以也是奠定了方態 成功的基礎 隨著後來產品 型號越來越多 那麼研發的管理就顯得非常滋厚 這型號一多 領導也關注不過來了 那麼它勢必有一些產品 它是順利出來的 但也有一些產品 它到了這個時間 它就出不來 所以當時在差不多 我記得2003年 我們通過調研 我們就引入了一個 叫IPD流程 就是基層化的產品 開發系統 那這個流程呢 最早是IBM公司的 後來華為公司 在國內首先引路 那我們也算是比較早的 導入了這個流程 現在無論開發多少型號 那麼它的研發管理 始終都是會有條不紋 卓越績效模式 是當前國際上 廣泛認同的一種組織綜合 技效管理的有效方法 該模式源自美國 波多里奇獎評審標準 以顧客為導向 追求卓越績效管理理念 毛中群將這樣一種西方的管理方法 引入方態的內部管理 但卻沒有像其他企業一樣 盲目地推崇西方管理制度 當我們包括我在讀MBA 當我們在全盤學習西方管理的時候 其實我們觀察下來 我們真正能夠完全用西方的管理 在中國的企業裡實踐的話 效果並不是很好 為什麼效果不好 因為我們能夠引進西方的 那些表面的一些制度 流程的管理 但是我們沒法引進 他們的員工的宗教信仰 因為一個管理要有效 它一定是兩條腿走路的 一條腿就是員工的信仰價值觀 一條腿就是這個制度的管理 缺了一條腿 人就走不穩 對於企業管理來說 更是如此 沒有信仰價值觀的管理制度 只是照葫蘆畫瓢 很難融會貫通 西方的管理架構和系統 如果不能由中國的管理思想來統籌 所能產生的效益必然是局限的 我不認為西方是具備很強大的管理思想 西方具備非常嚴謹的系統的 解決管理問題的技術 而且很系統 但是你說中國到底有沒有 四大文明古國為什麼只剩下中國 為什麼當時中國在幾千年以前 它能夠超越交通所能達到的距離 這個半徑 能夠跨越溝通所能達到的範圍 它能實現這麼樣一個複雜的國家 這麼多的民族能夠一統 這背後就是管理思想 意識到這一點的毛中群 想到了儒家文化 因為我們古人有一句話 叫半步人與治天下 其實它在如何治理國家上 其實它有大量的完整的一些思想 那麼企業也是一個組織 那儒家思想既然能夠 可以用來治理一個國家 那事實上拿它來治理一個企業 當初想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講 我們從魯家文化的角度 來導入到現代管理當中 一方面希望我把另外一條腿補齊 剛才說因為員工的宗教信仰 我是沒法引進的 因為宗教信仰本來它是自由的 那你要找到中國人自己的 它基因裡的 血液裡的信仰 我們只有從自己的 五千年的歷史當中去尋找 所以我們通過尋找發現 中國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就是魯家 所以你如果用魯家作為我們的 基本的一個價值觀 基本的信仰 那麼它是有它的基礎 它有它的文化的土壤 那在這個土壤上 我們再把西方的現代管理 給移植過來 那麼對中國企業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 從幾乎所有的企業來看 純粹的照搬照套 我們現在所謂的 西方管理學的這一套東西 是行不同的 那麼我們怎麼樣來立足於 我們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社會基礎 吸收西方好的理論 好的經驗好的方法 但是又把它和中國的這些文化 中國的管理思想 能夠做到很好的融合 那麼我覺得在這一點上 方太也給我們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啟示 用儒家作為基本價值觀和信仰 服以嚴謹系統的管理體制 毛中群在不斷的實踐更新中 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管理思想 方太儒道 你有一種直覺就覺得儒家思想 對於管理企業也是非常適用的 對… 所以後來經過比較長時間的探索以後 那麼應該說 慢慢地形成了一個框架吧 其實它是從整個儒家思想 人則愛人這樣一個根源 核心價值觀出發 這個從人心出發 然後推出兩要就是兩條主線 那這兩條主線呢 第一條就是以顧客為中心 以顧客為中心 那麼就是我們要發自內心地 去愛我們的顧客 也就是要把我們這種 魯家講的仁愛之心 要完全地傾注到我們的顧客身上 那麼由此來影響我們所有的工作 那麼這是一條 第二個要是以員工為根本 讓員工獲得物質跟精神 兩方面的幸福 那麼員工他得到了幸福 他一定會去關愛 更加關愛我們的顧客 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顧客 得到安心得到幸福 那麼一個得到安心得到幸福的顧客 他一定會回報企業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個正向的 一個循環 用儒家思想來實現教育訓話 讓管理從根源上變得更有信仰和使命感 這讓方泰自然而然地從毛李祥的法制 轉化到了毛中群的德制 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60條法款的取消 那麼現在在方泰集團裡面 我們大家都關注到這個毛中群總裁 他在推進就怎麼樣用儒家思想 方泰儒道來實施現代化的企業管理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新 那麼您對於這個事情怎麼樣來看 我們的這些第二代企業家 自己在小作坊裡面的慢慢的成長工程當中 摩索車一點 沒有營成自己的一套現成的這套管理模式 要是和中國特色的這樣的管理模式 那麼當時我是提出了一個 要從傳統家族式轉變成現代家族式管理模式 這樣的一個管理模式 那麼現在我兒子要提出 方泰的管理模式要成為方泰儒家管理模式 那比我的根價高了一個層次 我的現代家族式管理模式可能解決了一個方法問題 它解決了一個道的問題 就是道管生平 所有的方泰的理念 方泰的行為 都是貫貼著生平合一的這樣的一個核心家族管理模式 人品 機品 產品 我開始搞的是60條法國人的 我完全是法治嘛 學的是60條罰款 60條罰款的嘛 車業怎麼罰款 指導怎麼罰款 什麼時候怎麼罰款 60條吧 兒子搞了老家管理模式以後取消60條 教育薰化的初衷是好 但是問題也隨之產生 沒有罰款 員工再犯怎麼辦 僅靠嘴上說說的道德倫理 真的能管好一整個企業嗎 美國管理大師道格拉斯 麥格雷哥 就曾在企業的人性面中 提出了著名的XY理論 其中X理論就指出 人本性是壞的 一般人都有好意勿勞的 盡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 需要一定的講程來調動積極性 全部不罰款 那員工還有抽菸怎麼辦 還有遲到怎麼辦 但是這個呢第一年 這些回擊的現象 減少了50% 第二年又減少了50% 第三年又減 研究所不斷地通過道德修煉 來推進這種法治的決鬥 當然不是不要法治 來通過道德自己的修煉的這種道德治理 這樣的一種氛圍裏面 他們通過魯家管理謀設 魯家思想的學習 把這個魯家思想又觀察到三平和一裏面去 人品其品產品 所以很多他們的一種服務的思想 服務的質量 管理的思想 管理的質量 都要大幅提升的一些 人實際上是不可能被別人改變的 是你做事的方式 讓自己慢慢發生變化 而房泰做事的方式呢 就是他讓人改變 讓企業改變的基本動力 他不斷地把那分點落實得透徹 如何更好的滿足客戶需求 如何介入一切的機緣 來使產品不斷地創新 更好的滿足客戶 而且讓所有的員工 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能個人的人性積極面得到發揮 得到成長 僅此而已 毛中群倡導的方泰儒道 讓員工在道德修養中 發揮主觀能動性 在自我完善中 更好地為企業出謀劃策 由內而外地 形成正能量的循環 要讓企業上上下下的每一個人 都發自內心地 接受這種獨具東方特色的 得志管理思想 管理者肩負的重量 不言而言 那麼他們容易接受呢 他們會不會打一個問號呢 公司為什麼要去 給我們來灌輸這個魯家思想 是不是來給我們洗腦啊 等等他會有很多想法 那麼其實這背後只有一個因素 就是企業到底是 從功利的角度出發 去教育員工還是發自內心的 真的是為了員工的幸福 作為企業的領導人 作為企業它本身應該首先去按照 魯家思想要求的去做 你自己是怎麼樣來 讓員工能夠感受到 你真的是相信 魯家思想對我們企業是管用的 而且讓員工感受到 我們方泰集團的領導 真的是一個是關愛顧客 第二個是關愛員工 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差不多五年前我們在思考一個叫 因為我們這個是非上市公司 但是我們也希望給員工能有一個 中長期的一個激勵機制 那麼我一直在思考 也在到處學習 有沒有適合非上市公司的 這樣一種非常好的 中長期的激勵機制 通過尋找呢 最後就關注在這個叫生骨制 生骨制就是禁商 因為我正好也看過這個電視劇 《喬家大院》 掌櫃的呢 那是以身為骨 那佔的是生骨 那我要掌櫃的 我也不願意走啊 我想在咱們的店規裡 再加上這麼一條 以後凡是學徒四年出師 願意留在店裡當夥計的 一律並一離的生骨 以後逐年的按牢記增加 那禁商用了五百年 其實我認為禁商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生骨制的成功 然後這個我親自設計 親自這個整個的 基本上整個框架裡面內容 基本上都是我親自設計 我親自去學習 那麼最後有一個 討論到一個關鍵的環節 就是這個生骨制覆蓋面多大 對 使覆蓋到高層還是中高層 還是怎麼樣 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討論的時候就產生了分歧 大家普遍認為 這是所有的公司都這樣 它肯定是 只是小部分人才能享有 對 那我就反問大家 我說我們是魯家思想 我們是人則愛人 我們說是視員工為家人 那憑什麼 等真的有享受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中高層享受 這個基層員工就輪不到 最後我們決定是全員勝骨制 以人為本 身體力行 毛中群用一把手應有的擔當 讓方太儒道落地生根 感染著每一個方太人 更是身處一線 帶領他們用儒商的人愛 去想客戶所想 是人有三大德 而是他自己身體力行 其實一個組織裡 一把手這樣做的 下手不用說 行無言之道 大家自然自動就這樣做 所以這可能是所謂的 而且毛中群有一點 你可能得清楚 這個公司裡真正的技術總業 研發總業是毛中群 雖然有其他的人在 整個的產品策略 謀劃和跟客戶信息相同 都是毛中群 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是科學者 他自己對產品非常熱衷 對技術非常敏感 對客戶需求非常敏感 然後他和員工之間的接觸 他又非常謙和 所以他所說的如到 一方面你聽他怎麼講 另外一方面看他怎麼做 我覺得他做的比他說的好 當仁義法則遇上市場競爭 如到管理思想如何夾放求生 他所有為了成功所付出的努力 全部是壓爆在哪裡 壓爆在客戶第一 產品抄襲 做出最好的產品 而專心致制就做這件事情 逆流而上 如商的未來面臨的是 是機遇還是挑戰 所以我倒是覺得他 長期來看的話呢 還是會有些挑戰 無論是什麼樣的管理思想 說到底還是一場商界的較量 在中國做製造業 市場競爭殘戶 外部環境物理 輿論數據 價格戰鬥 如商的生存環境 經受著考驗 有過幾個市場公布的數據 到底誰是高端領導者 然後誰是品牌的第一 面對所有這些 紛紛複雜的這些消息呢 這些消息對市場的銷售業績 就會有很敏感的影響 因為市場並不清楚 這個時候你看一看 毛仲群到底是怎麼做的 方法非常穩健 非常樸實 他仍然是堅持 他原來的策略不動搖 他沒有因為這些信息的變化 而採取任何極端的做法 和短期間 我們都非常好奇 中國很多企業呢 做夢都想上市 我前兩天碰到一個 也是中國非常有名的企業家 他說我們公司的發展戰略 就是我可能 它也是一個集團型公司 他說我可能一年 就要搞一個上市公司 甚至於兩個 他說這個是我們公司的 一個發展戰略 那你能不能告訴我們說 方泰為什麼不上市 因為我想方泰上市的話 有很多有利的條件 因為你們持續的盈利 而且在整個業界 都有很好的口碑 這是你是出一種 什麼樣的考慮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專注 專注於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說這個方泰是一家 使命願景驅動的公司 就是我們做的 我希望我們做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圍繞著使命願景 而沒有其他的因素 就是我們非常單純 我們就是為實現使命願景 我們而誕生的 那麼因為大家知道 上市以後 它會有資本方 股東方 還有股民的這種影響 它是不可避免的 那麼這樣就會讓我們分心 那我非常敬佩的一家企業 中國的華為 它也不上市 方泰為什麼不上市 它上市可以非常低成本的融資 你看到很多的企業 拿到了大筆的 從股市融來的錢 就可以幹了很多的事情 名利雙收 而毛仲勳不是 他並不是拒絕成功 而他的成功呢是 他把他的成功定義為 就是為顧客 為客戶提供最好的產品 他所有為了成功 所付出的努力 全部是壓榜的哪裡 壓榜的客戶第一 產品創新 做出最好的產品 而專心致志就做這件事情 在唯利是圖的資本市場 保持一顆初心 壓榜客戶利益 毛中群的方泰儒道 走了一招險棋 如果方泰發展到現在20年 你覺得作為一個企業的 最主要的領導 你覺得對方泰來說 下一個10年 或者下一個20年 最大的挑戰可能是什麼 我是覺得 就是我能不能真正地 把現在我說 我們說在這個 實踐的這一套中西合璧的 基於魯家文化的這樣一套 管理思想跟管理模式 真正非常有效 真正非常有效 如果它真正非常有效的話 那麼我想其他的一些問題 它都會迎刃而解 包括能否開發出更好的產品 能否提供更好的服務 那麼能否找到更好的商業模式 能否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正氣 正能量 那麼企業能不能可持續地經營 我想這背後都是我們這一套的 中西合璧的這樣一套管理模式 我們管它叫方太儒道 能不能真正地有效 作為一種管理模式上的創新 方太儒道獨數一致 然而要扛住商業環境的浪潮逆流而上 挑戰也許大於機遇 我接觸的大量的製造企業 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員工的力量太大了 那麼你用儒家文化的這種 成敬之心 成衣之道 專心知識做事 因為這個很多的know how的 積累是靠時間的 你覺得經常換人 你靠培訓這是不行的 所以因為我覺得這種大環境 對於他們的這樣一種 管理思想管理文化 我覺得會構成一些挑戰 就是說再加上中國的 畢竟製造成本 每況餘生 也會抵消它一部分的競爭力 所以我倒是覺得它 長期來看的話 還是會有些挑戰 全球化的這個背景 他說商業倫理 我們應該堅守良好的商業倫理 應該有很好的商業道德 但是現在外部環境那麼惡劣 市場競爭那麼殘酷 如果你要我去先做的話 可能我就會倒下去 或者說我就會衰敗 但是我覺得 小毛總講的一句非常好 說在一個社會當中 總是要有一步步去先行 從家族傳承到極葉長青 毛氏父子的方太儒道 作為這一段歷史的產物 是東方管理思想的一種嘗試和探索 而以毛中群為代表的路商們 則是這條探索道路上的先驅者 為了下一個十年 他們一如既往的專注者 這有些世得 都在這一條 要告訴你 如果有策略 我已經搜尋了